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发财 今天在我旁边这一位是我自著名的直男的虎哥 嗨 大家好 我今天叫他来是为了给大家做一期有关于直男的护肤挑战 然后我还特意拿了一大堆护肤皮 我都没有 没有护肤皮 基本上每一个步骤都有 下面准备先让你猜一猜他们都是干啥的 这个产品 外形很像碰碰水是吧 应该是水对吧 对 我猜大概50 50啊 差不多 韩国 这个是欧来亚文人的 你认的 我认的 你干啥用的 上面写着眼周肌肤 应该就擦眼妆之类的 分布一个局部 我继续用 你这个多少件了 这个200 差不多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一件抽奖擦眼就抽中了 你还会不会的这个抽奖 我们不是强制性的 丁野水 有了 这多少件 这个算是200 是200多 差不多 那也差不多了 是专业 这是个脑子 你用过这个 没有没有 总之觉得它前面有个 一个名字 这种姓氏 应该就像 不会好很多 但是又含大米金 所以 你本来都要很多 好 挺低的 对 对 30 差不多 翻造型 应该 午夜 午夜一般是在水之后才放的 对 午夜毕竟是棉糊状的那种 红妆状的很小贵的 棉糊状的 100 差不多 也差不多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实际价格 你最想知道就是哪个价格 最想知道是哪个价格 这个是EPSA的流津水 然后它的实际价格在海淘是200毫升400块钱 4块钱 这个黑色是蓝后的黑瓶 然后它的实际价格是100毫升是1000多左右 1000多 那么人不容易 1000多都可以买双鞋了 然后这个看起来最低浪的 这个是庞氏的洗面奶 这个就35块钱 这样你猜的最准确的 然后这个你猜对了 这个是眼霜欧莱雅的紫运斗眼霜 它的实际价格是300多 那差不多 差不多 这个呢 这个你也猜对了 它是乳液 然后它的价格好像就是100多 对 这也猜对了 嗯 然后下面由我一号济师 来为这位尊贵的客人做一个面部大宝剑 首先先用洗面奶洗个脸 你先洗两个 那洗面洗脸我就不给你用这个 接下来大宝剑的第一步 你觉得应该是啥 嗯 洗完脸的应该抹乳液 对 是水 那首先我先用这个EPSA的流津水 来为你做一次二品清洁 没有这个纸呢 你能拍摆不就完了 因为用它的话可以更好地清洁你的皮肤上的脏东西 这多倒一点不要太心疼 这杯水谁的呀 你的 让它多用一点 哈哈哈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化妆水更好地吸收 而且还可以清洁你的皮肤 你感觉咋样吗 嗯 感觉一样 这边可以躺住 也倒了很多颜色 这个水吧 它这个去闭口的效果就特别好 你需要啥闭口吗 就是啥闭口 然后下一步来给你擦眼霜 眼霜很重要 这个眼霜是男士用的吗 护物品的话一般不分男女 男女都不用 真的姐妹们不瞒你们说 这个紫韵斗的眼霜 我撕的很多指南都认识它 用的时候取你文明指度这么多 就够了 然后把它点涂在里面眼周 它里面有欧莱雅独家的专利成分 脱色阴 主打功效就是淡纹和抗出老 这个实际上我已经使用了一半了 使用下来的感受就是 眼部细纹真的有明显的淡化 而且它这一支容量还特别大 它这一支是普通眼霜的两倍 一会儿已经涂一个好领纹 还有点抬头我也可以给你偷 所以这个涂多了也不会觉得很心疼 而且它的性价比非常高 这里面它有发飞因的成分 可以有效地去除黑眼圈 还有去水肿 姐妹们想要有一个像五哥这样的 水花花会发光的大眼睛 那你这眼霜一定得选对呀 像这种高性价比的全能型眼霜 完全可以避眼入的呀 然后下一步来给你做一个 贵库型的精华保养 那么贵 贵人讲那么贵 这个蓝蔻小黑瓶的精华吧 它是有很多的功效 它这个可以修复肌肤屏障 促进胶原蛋白再生 而且它们吸收还挺快 这个在冬天乳液 然后吸收比较快一些 然后下面给你再上一层乳液 特别是像在冬天这种干燥的季节 要多注意保湿 支援也要保湿 它这个乳液是敏感肌试用的 可以深层保湿 防止你的皮肤变粗糙 可以让你更水嫩一点 这些东西可以起来 最好是遇不来的 OK 然后现在护肤的步骤 那里就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这些漂亮 变娘惯了 变娘惯了 那我现在可以出门了吗 不行你还要化妆的 还有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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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今天的嘉宾已经溜掉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最后